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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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指尖黏了眉头的双花 写沧桑 未抱思念的马 写面唱情话 投射了天涯 带我去笑笑红尘醉一下 写那句再见 让你害怕 写下路 让相逢不能拔 写月的缺乏 长宿在我他 写风沙 吹成棉花 若遗憾是遗憾 若故事没说完 回头看 梨花已落千山 我至少听过 你说的喜欢 深情 只好欠他 小姐 在思念谁啊 雷少爷 哪个雷少爷 哪个雷少爷 雷京红 雷少爷 小姐为什么要思念他呀 因为 因为 说 因为小姐说喜欢他 小姐常常说 为了他 为了他做什么都可以 只要雷少爷心中有他 一愣 自古女儿多痴情啊 可惜啊 可惜 一堂主是看现在气氛过于严肃 所以想要演出戏给大家看 一堂主 有心了 小姐喜欢哪家少年 没与我们无关 但是这是十几条人命啊 可不能轻易地把凶手放走了 慕容堂主 属下在 庄主有何吩咐 我随身那两位侍女是谁 爹依和熏乙 那你可曾见过 这个丫头在我身边过 老夫从未留意到 是 既然一堂主对我的私事 如此感兴趣 为何不将我最亲近的丫头 薰衣叫出来呢 把薰衣叫上来 只怕 她们都是小姐的贴身丫鬟 什么话也不敢讲 就算说了 也未必是真的 那一堂主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姑娘 根本就不是我的心腹了 她不过是我院子里 打扫庭院的一位小丫头 她既然不是我的亲信 为何我要告诉她我喜欢谁 不喜欢谁呢 对呀 我是说的事是有道理的 一堂主 下次演戏的时候 考虑得周全心 请皇侍卫 真人 列庄主 这 这是靖元王身边的贴身侍卫啊 是呢 贫妮见过她 她是朝廷遇刺的金牌女捕头 昨夜我同列庄主前往苗河镇荒山 调查麒麟火雷的事情 爆炸发生的时候 雷惊鸿与我和列庄主在一起 不可能同时与易浪交手 这 为什么不说呢 对呀 那就是真的 肯定是真的 对呀 真的假不了 对呀 那易大总管难道说谎吗 对呀 易堂主 你不应该称呼我为小姐 你应该叫我庄主 是 是 庄主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 你确定昨晚 与你交手的人就是雷惊鸿吗 属下眼珠 认错人了 这位神经就不是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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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不会处置你 但是从近日起 你就再也不是烈火山庄的人了 今日就离开烈火山庄 不然 我也难保你的命 是 是 诸位 这是昨日雷惊鸿 给我的麒麟火雷 请诸位随我到后山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麒麟火雷的真正释放之法 真正的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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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世上又有几个爵士高手 可以靠近我对 若是仅凭这一步 只能证明不是雷金红亲自动手 霹雳门还有众多弟子呢 是啊 为何刀城主一口咬定就是霹雳门 难道 霹雳门的火药制造秘气 就不会被泄露吗 若是会轻与外泄人 霹雳门又如何立足于江湖呢 我们这里有一位 被逐出霹雳门的舵主 他是制造火药的人 也是制造麒麟火雷的人 如果用重金去悬赏他的话 难道他就不会制造出 新的麒麟火雷吗 刀城主 大家以为呢 这一材多何呀 庄主 这霹雳门的重要火器 都有自己独门秘方 每造出一枚火器 往往需要十几个步骤 而最紧要的几步 唯有门主自己才清楚 所以 每当火器制成半成品以后 都是交由门主独立去完成 防止秘方外泄 这是利 也是弊 虽以此 防止秘方外泄 但也因此 无法大量铲除火器 凶霸江湖 列庄主资历前 不知道这些情有可言 是啊 诸位 老庄主死于麒麟火雷 蝶衣也死于麒麟火雷 这是霹雳门的独门火器 是不争的事实 雷敬虹的嫌疑无法洗清 是不争的事实 这人真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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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雷敬虹押入监牢 严肩抗宽 严格抗宽 是 不 将雷敬虹押回封院 由我亲自看守 以防任何意外 是 走 走 走 为何要这样麻烦 索性将那个列如歌 一刀杀掉 最是干脆 战风不舍得呀 今日在堂上 他心转了 只字未言 若非如此 也不会让列如歌 占了上风 他当真一句话没说 是啊 他心软什么 列如歌死了 受益最大的不是公主 而是他 有些男人哪 像女人一样婆婆妈妈 把情爱看得比自己的 虔诚还要重 这破阵子 什么好酒菜都没有 我们回乌刀城吧 事到如今 也没有什么能做的了 现在还不能走 我心里不踏实 大哥还担心什么 我要等到雷惊鸿的死讯 才能放心 告诉我们的人 盯紧烈火山庄的 一举一动 好的 大哥 小姐 小姐 您不能出去 丰少爷吩咐过 任何人靠近他都格杀勿论 他伤得那么严重 我不去他就死了 小姐 你听我说 这里高手如云 就算你现在把他救下来 还没等出院门口 就一起被杀了 服装主和你们有福气之情 他是绝对不会手软的 小姐 你千万不要去啊 小姐 你要考虑清楚啊 小姐 我 不要 薰衣姑娘 你来干嘛 今日 我是来见服装主夫人的 薰衣见过服装主夫人 找我何事 我家小姐想见你 你 雷惊宏如何了 不给水喝 不给饭吃 放在外面风吹日晒的 照此下去 不出三日 必定伤众而亡 我看他们是想不管他 放任他如此死去 他是因为信任我才冒险而来 你帮我去准备一辆马车 你 你 你要去救他 不止救 我还要亲自送他走 你也走 如果我不跟着他走的话 我怕半路会有人截杀他 我是庄主 虽说我不能调兵前教 但是也不会有人随便杀我 那之后呢 你要如何面对山庄这种人 他可是杀死你爹的嫌犯 我会去找玉师兄 我不能再这样做以待陛下去了 否则不仅不能帮我爹和爹一报仇 还会害死雷惊鸿 害了我身边所有的人 我现在就去准备 儒哥 谢谢 这 这里是些碎银子 还有几身换洗的衣裳 我给你放在这儿 你这一走啊 不知何时才能回来 记得 银子要守着些话 不然出门在外 没有银两磅 是会很麻烦的 还有 万云的商药 给你放在这里 别忘了 爹一在天有灵 会保佑你的 薰衣 你跟我一起走吧 我们去找姬师兄 去跟他解释清楚 让他永远不要回山庄 带着你一起引退江湖 方才刀三小姐在 我不方便说 其实季少爷始终认为 风少爷只是一时糊涂 所以他一定会再回山庄 我要在这里等着他 陪着他 可是我 小姐 过去这么多年了 你可曾见我吃过亏 没有 爹一比你霸道 但是每次吃亏的都是他 是啊 所以啊 既然过去不会 以后也不会 可是现在今非细弊了 小姐 你要相信我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可是 不要可是了 小姐你是堂堂大小姐 你老牵挂一个婢女像什么样啊 你不是婢女 你是我的姐妹 那么 就请你替我 替爹一 一定要照顾好你自己 你也是 照顾好自己 你们几个都出去 是 你们几个都出去 是 要杀便杀 为什么你要冒死前来 君子于义 小人于利 你不在 他顶多就是中州病 继续做他的大小姐 但是只要你出现 他就会要救你 救你 你就是要与我为敌 都是因为你做了那些事情 才逼得与你为敌的 想喝酒吗 临死之前 醉一场 我也不枉此生了 那你就去喝吧 你为敌人 是 谁呀 是我 朕师兄 我可以进来吗 朕师兄 门门锁 进来吧 好香的酒啊 我在院子里的时候就闻见了 这酒叫什么名字啊 烧刀子 烧刀子 原来是最普通的那种酒 果然 酒不一定是贵了才好喝 你知道我今日为什么来吗 为什么 因为我忽然很想喝酒 我记得你和姬师兄都爱喝酒 而且是整坛整坛地喝 所以我就特别好奇 你和姬师兄到底谁的酒量最大 我记得有一次 你们俩人偷了爹的几十坛酒 让我和玉师兄一起为你们作证 是我赢了 你错了 你没有赢 是因为有人在作弊 作什么弊 对 是我在作弊 你喝到第八坛的时候 我怕你会输 所以我在之后的几坛酒里 都偷偷兑了水 为什么 因为姬师兄输了 只会哈哈一笑 而你说了 就会久久无法释怀 你从小就是这样 什么都要做到最好 武功要最强 轻功要最快 刀法要最狠 玉师兄诗词比你好 受到老师的夸赞 你有三个月都不开心 一直苦学诗词 直到老师也表扬你 所以我不能让你说 因为我要让你开心 因为我一直都以为你是个英雄 一个英雄 不可以忍受失败 更不能失败 所以我才那么喜欢你 喜欢到连我自己都忘记 可是现在我发现我错了 一个英雄 不会踩着别人的身子过去 而你 不过是一个不择手段的人 只要有人阻碍到你 你就会千方百计地除掉他 对八岁的谢晓风是如此 叶音和蝶音也是如此 雷金红是如此 对我 你也不例外 或许我该谢谢你 谢谢你没有杀了我 但其实你应该杀了我 这样或许干脆一点 你就不用把我带回来监视我 你是不是很想做庄主 你不应该是庄主 我并不想做这个庄主 但是庄主也不会是你的意浪 为什么是霹雳门 是因为你想给爹的死因 找一个凶手 还是因为雷金红是个少主 只要他死了 霹雳门就后继无人了 是 又或者 这些原因都是 你不该知道这些 原来是这样 原来我什么都不用知道 由得你们在这里一场腥风血雨 你不该知道这些污秽的事 我在你酒里下了药 让我死了更好 好 哥儿 外面很危险 对 你会等到我死后 再离开吗 你觉得我下的药会让你死吗 你怎么样 还能走吗 谢谢 进 对 城主 副城主 有辆马车从烈火山庄下来 没有任何侍卫跟着 只有个车夫驾车 也不知道里面是谁 我去看看 不 我去 黄丛 之后我们就去找玉师兄 一路辛苦你了 你 你的伤怎么样了 皮外伤 不足挂齿 还有嘴硬 半条命都没了 那几个小人 还想要我雷金虹半条面 做梦 你做什么 给我握一会儿 你跟我走吧 这次不行 可我这一走 就是公然与烈火山庄 和无刀城为敌 我很难再看见你了 你跟我走吧 忘了无刀城 这次不是为了无刀城 是为了你 为了我 你俩逃走 已经算是惊世骇俗 我再失足 江湖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变故 江湖又如何 与我雷金虹何干 当然有关 得罪我两个哥哥 谁都不会有好处 况且 你们是在逃跑 我不能让你们陷入更危险的境地 可是我 下次 等下次再见到你 我一定跟你走 我答应你 那你一定等我 一定 如歌 我们这么一走 他们会不会为难蝶翼和薰衣啊 爹衣 爹衣 爹衣怎么了 那夜山庄被袭 爹衣死了 什么 早知如此 我当初应该带走她 带走 你和她 她 她是我妹妹 你当初说 你要替人去找妹妹 原来就是替你自己找 爹衣她是你妹妹 那你告诉她了吗 你应该告诉她的 她很想有可以属于自己的家人 她 可是她生母是暗夜绝 我没办法告诉她 事已至此 多享无益 我相信你日后 一定能为她报仇血痕 是 马车上是何人 可否现身一会 匆忙下山 不知所为何事 烈香 大哥 你下山做什么 湛风将烈如歌 接回枫苑住了 我心里不太舒服 就准备回无刀城住几日 什么 她还下令说 不准一浪的人靠近枫苑 这件事情 是妹夫做得不同 但是你也不能随随便便去下山啊 你现在是副庄主夫人了 为了一点小事就回娘家 这成何体统 成婚以后 我与她并未通房过 大哥也不是不清楚 夫骑马有名就行了 走 随大哥一起回去 回哪儿 回烈火山庄 我替你向封少爷解释几句 省得你们两人之间生出嫌隙 我就与你同城一辆马铲好了 怎么 有何不妥 没有 请 有何不妥 买 你是怎么办 你自己跟他不妥 有何不妥 战复庄主 战复庄主 脸乡 快去叫人 好 等等 先把他扶回你的房间 让外人看见他睡在这里 像什么样子 我怎么了 府庄主 属下方才查证过了 你的酒里 被人下了药 是谁在酒里下了药 有人在你酒里下药 你竟然都不知道 好了 府庄主还需要休息 那么我们 就不打扰了 我在门外等你 他明明什么都知道 为何不说 你 方才我下了山 是因为你让列如歌 住进封院 狠扫我颜面 后来遇到了我大哥 他把我拦住就带了回来 你把雷晶红的手料和脚料打开 是有心还是无意的 此时你瞒不住你大哥 此时出去 他绝不会放过你的 是 专主 怎么 三小姐还没出来 封少爷不肯放人 和小姐 在休息 他们 不是没有同房过吗 有的时候也睡在一起 今日小姐是气闹不过走了 刚才封少爷一直在哄她 两个人就 战风也是个寻常男人 程竹走了 走了 照顾好刀三小姐 不 傅庄主夫人 是 你们看看 庄主带着雷金虹跑了 这像什么话呀 为了一个雷金虹 丢下整个山庄 这是要让天下人 取笑我们吗 慕容啊慕容 你真是太纵容她了 那天 你还帮她说话 你瞧瞧 这一转眼 她就拿着令牌 跟嫌疑犯跑了 或许 她也有自己的苦衷 她带着杀死老庄主的嫌犯逃跑 那她是我们的敌人呢 她是怕我们滥杀无辜 才出此吓死了的 义达总官 不能说得这么严重 是啊 那丫头是不太像话 不过 一浪 你也太偏颇了 杀死老庄主的人 就是我们的敌人 她是帮凶 这种话 不要再让我听到义辞 若是有任何人敢伤她半分 就是与我阵风为敌 义达总官 你不该如此污蔑庄主 是啊 太放肆了 传令下去 庄主为雷惊猴挟持 凡我庄内弟子得到消息 立刻回报 不得轻易打草惊蛇 一切以庄主性命为重 是 是 是 东海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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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姐 是捷报 东海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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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弟鼓励 东海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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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 来 这个令牌是你的吗 这是刚刚那个白发书生身上掉下来的 白发书生 他在何处 怕我那边走了 这个病人好熟悉啊 这个病人好熟悉啊 看走路的样子 应该也不是会功夫的人 我们先跟上再说 姐姐帮你们还给他 刀子 来 下肚子来吧 刀子 热乎呢 大小姐 大小姐 友琴先生 你这头发 先不说这些了 师祖还在等你 老先生也在里面 对 就是他命我在山下等大小姐 在山下 先生一早就知道我会逃走 师祖还知道 鸡精雷去围剿雷金红只是幌子 也猜到雷金红会和大小姐会面 之后的一切 他老人家都猜到了 你一路都跟着我们 是 从雷金红见你开始 我就跟着 带我去见老先生 老先生 我是雷汝哥 雷大小姐 请进吧 老先生 听闻烈庄主欲刺身亡 大小姐请节哀 我们在此也是仓促落脚 没准备什么茶叶 各位还请酱酒喝 友琴先生不用客气了 我们都在逃命 就不讲究这些了 大小姐不用试了 大小姐不用试了 我已经功夫尽失了 为什么 因为师祖本身就身受重伤 那日在军营外又牵动内力 险些丧命 还好有这几十年的功夫 算是保住了她的性命 那你这一头白发 也是为了她 是 都是为了我和玉叙兄 也是为了沿海的百姓 时间紧迫 我们来说正事 好 我和师祖 准备带你上飘渺派 如今 只有那里是最安全的 也是当今世上 暗和宫唯一到不了的地方 小姐 影响 照片 人常说天涯地脚步步有穷事 为何穷尽爱不过之相思 双蓉成姿 花开些事 为我不善这言词 谁送我寒冬落魄 春暖风生时 一次便作废了生死 飞鸿跨雪坠日天白丝 同佳然而知 爱是指尖上月的词 为我心心念念几个字 前情人不知 拂不尽这扑火褪于几城市 我唯唯诺诺在这坛 只怕枉费一世 不欲火不如城市 在这点点倒倒的乱世 前情仍不逝 看不破这扑火褪于几城市 青山川湖海染鱼皮纸 再写你一次 不欲火不成事 不欲火怎成事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